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喀什的吉貌市场 大巴扎 在这个里面的话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 小到一根牙签 大到冰箱电视 什么都有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 不是它的正门 应该是它其中的一个侧门 那我现在带大家从这个侧门进去 好好的浪一圈 这个门在那的话 这里好像是服装区 这个服装区看一下 有好几个通道 非常大 它的全名叫做喀什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 又叫国际大巴扎 巴扎在维吾尔语就是吉士的意思 我强烈推荐给每一个到喀什玩的小伙伴 这里过去只有每个星期天才会开市 所以又叫星期天大巴扎 或者东门大巴扎 它是这座城市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巴扎 据说在喀什建成的时候就存在了 迄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 它目前占地16万平方米 拥有21个专业市场 超过5000多个摊位 上万种商品 是我国西北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 要想放完这里 我们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它又因喀什地区周边分布着8个邻国 所以这里也能买到很多进口的中亚商品 光这里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买不到的 给橘子挑了一个剃毛的 之前那个不行了 看一下 大家这不是老式的那种剃刀子 满力非常大 但是需要那个啥 插电用 这个50块钱 好嘞 刚才试了一下 用我头发做了个实验 然后效果真的是刚刚的 回去试试 因为给它剪一次 给它剃子毛外头真的很贵哦 室外八渣 这里规模最大的就是干果摊床 各种干果应有尽有 让人目不暇接 干果摊子一个接着一个 也是大八渣里购买最踊跃的区域 这里的干果你可以尽情品尝 价格非常实惠 哇 这块是干果 天哪 我看这块大不大 这一整条街全部都是 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 这里卖的好像是维吾尔家族里挂的门帘 在喀什格尔老城里 每家都会看到这样漂亮的门帘 这个 哇 这个里面 好漂亮哦 这一幅幅画 看一下这个应该是极枝的 栩栩如生的感觉 这里面的这个东西不便宜哦 和天 这个是手工的 手工斯坦 9600 这就是一幅花 然后这个是 12600 上面的那个大的 2万多 然后这个是斯坦 这价格的话都是几千兆万块钱 然后这还有那个 维筋 羊绒维筋 1560 1600 1600多 我现在已经转了七八个区了 那还有一半多没有转到 但是我现在已经走了三四个小时了 你看我这个脸上的汗啊 啊 这没谁了 然后这里就真的是非常的大 然后很多的商品我也没有见过 我觉得真的来这块 真的是不是白来的 看这个大叔 大叔你好 开羞了开羞了 这块是中表区 现在在我身后呢 就是美食的区域了 这个美食呢 基本上是三条街道 而且街道真的是非常的潮 炸鸡 凉面 凉粉 凉皮 咱们这的小吃真的是多呀 那凉粉 阴嘴豆 黄面牛鸡面 还有茶叶蛋 还有那个蛋卷 蛋包肠 我现在已经逛完了 逛了整整的一天 然后 现在我手上提了一大点东西 给房车上 配备了新的 一些漂亮的装饰品 到时候给大家看一看啊 我现在要去取我的车了 顺便把小伙子们看一下 然后 接下来就要夜游补城 我去找烟鱼吧 好嘞 哎呀 现在终于到了 住车地儿了 慢点慢点慢点 我先一个个遛他们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看到没 那儿就是古城了 然后这块 古城对面呢 有一个超大的一个停车场 这块比较适合停房车 然后这边的话 一天封顶的话是3638块钱 而且还可以在这个草草里头 溜我们家 橘子跟Mickey 橘子了 橘子 我们不能随意哈 对 我们要浇一下树跟草草 给他们施个肥对不对 安顿好橘子跟Mickey 我决定去古城里觅食 姨不舍地想跟我出去玩 但是我现在饿了呀 刚才喂过你们 溜过你们了 我要去吃点东西哦 等我回来 就在我坐定的时候 两个维族小朋友吸引了我 你多大了 11岁了 那你妹妹呢 6岁 6岁 卖了这个钱给谁呀 爸爸妈妈 给爸爸妈妈 那你每天都要帮爸爸妈妈 呃 干活吗 是 哦 这是你自己愿意卖的 还是爸爸妈妈让你卖的 我自己愿意卖的 哦 好呀 你是从几岁开始帮爸爸妈妈 干活干家务活 23年了 哦 这个妹妹在这里 所以我去追追美国 好呀 刚才那个哥哥 然后去去卖口罩去了 然后让妹妹跟我在一起待着 然后他等会儿过来 然后我等会儿要请他们吃一点 好吃的 嗯 我觉得就是孩子从小培养这种 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父母 也是够那啥的 呃 够放心的 让他们出来这样子锻炼自己 真的是不容易啊 听妹妹说 爸爸是警察 妈妈是医生 他们家就住在对面的高台民居里 我给他们买了一些零食蛋糕 但是妹妹却一口不吃 妹妹非常听哥哥的话 不吃陌生人的食物 时间过得很快 妹妹就一直乖小的坐在那里 等着哥哥回来才能一起吃 你回来了 那个给你们买的 没有辣子的 这个包 刚才面还有一个盖子 这个这个 这个 不要太辣多了 没事没事 我吃不了这个 吃不了 那个辣子吃不了 谢谢 你的妹妹很不错 你一直听我话 哥哥已经领着妹妹走了 他们今天晚上 如果那些口罩卖不完的话 他们只能到晚上11点 就是这儿的晚上11点 可能回家 如果卖完了 就可以早早回家 反正刚才他们走的时候 我这朋友真的陪自己算 希望他们在以后的成长的道路上 越来越好